大家好,老陈今天来聊一聊价格战 价格战,老陈是比较熟悉的 我就是在大学刚毕业,去图克曼斯坦工作的时候 就参与了很多很多的价格战的 这种战场吧 当然,主要是中国公司之间的价格战了 我们跟人家外国公司之间的价格战 我还没有懂参与,但是听说的也挺多了 当时,好像中国公司抢图克曼斯坦的残茧 抢图克曼斯坦的棉容 抢图克曼斯坦的点 抢它的各种资源吧,还有各种各样的服务 其实在国际上,咱们走出去的过程当中 打价格战还是层次比较高的一种战法呢 刚开始,我们主要是园外嘛 主要的市场也就是亚非拉欠发达的 比较群的一些国家 就等于白干活,买个蚝,有时候蚝也买不着 现在阿尔巴尼亚,你看,还买着啥好了 还有原来原住越南的那个,买着啥好了 等于啥好都没买着嘛 古巴估计也是差不多少 后来就是我们努力,想挣点钱 完了之后呢,就开始 当然了,那些亚非拉国家 很多比较好的项目 基本上也都比一些发达国家给垄断了 为了抢他们的生意,我们呢,就找一些他们不太愿意干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一些项目 然后呢,就是 但是呢,还得打价格战 我们现在熟悉的什么华为啦,还有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建设公司啦 还有港口啊,还有运输啊,这里头都有一些价格 有些呢,我也是等于间接地也参与了 在这儿呢,为了保守国家秘密,我就不全部说出来了 后来我们就是觉得这样也不行啊 就是一方面,你是低价把活拿下来 但是干的时候呢,那些你预计不到的一些 比方说地质条件啦,还有一些 就是当地的一些,比如拆迁啦,等等等等 还有真地啦,遇到一系列的麻烦 还有就是供应链啦,等等的 比方说在图克曼斯坦他们建孤儿院的时候,那时候 国内的一家建筑公司 阿联酋王子原建的嘛,就是 在打败了其他竞争顿手,但是 干的时候干不下去了,就跟人家又闹得不愉快 让人家又加钱 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吧,后来就觉得 这样也不行啊,国家呢,就开始 用国家的力量,帮助这些中国企业走出去 站稳脚跟,怎么帮助呢,就是 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来提供贷款 给这个公司,你呢,就是企业你去揽项目 揽着之后呢,我给你贷款 或者呢,政府呢,给政府之间贷款 就是向对方提出来,你必须用中国的企业 来完成这项工程 这呢,也就是一带一路现在的这种模式嘛 它也不是一天之间形成的 就是在这种过程中慢慢地形成的 这个呢,再往后可能 就期望着实力比较强大之后 国家资本也撤出来,然后他们就 进入市场公平竞争,但愿那一天 能够早点到来吧 很多人不承认,其实我也是个爱国者 也在中国的企业里碰过 但是今天呢,我虽然说了三分钟了 这个不是我重点要说的内容 重点要说的内容是电商之间的 这种价格战,就是国内市场的价格战 国内市场价格战是 我也是参与了很多 当然也就在这不一个一个去说了 原来那些企业的,原来那些老板们的 有些存在了,有些老板已经去世了 说了也不好 就说,我们还是转到这个电商上来吧 现在电商为什么能够这么大行其道呢? 还进入了所谓的新四大发明,所谓的高铁啊 共享单车啊,支付宝啊,还有就是网购嘛 其实这四样都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都是人家老外发明的 说到发明根本没理什么事儿 但是这个电商也进入这个四大发明 大家引以为傲 尤其是咱们国人,我是觉得非常的不理解 因为电商,它总体来说 它是靠着国家的扶持发展上去的 就是咱们纳税人,每个人一分一分的钱给堆起来的 堆起来之后呢,它也没起到好的作用 它没有从外国去挣钱 它呢,是打败了咱们自己人 自己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实体经济 昨天我看了一下 一些学术的一些文章 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博客 普遍都认为,就是国内实体店的这个衰落 实际上并不是房价高了,也不是老百姓什么 没钱了 城市规划虽然也有影响,但是也并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还是电商,电商是最大的熏手 你看这些经商的人,具体的这些实体店店主 他们自己心里有数 关店的时候都在门口打一个大招牌 稍微发泄一下,说是 我现在要关店了,是马云害的 到处都是马云害的,你去看中国那个实体店消亡 或者中国实体店这样的,你在谷歌也好,或者是在百度也好 百度虽然是个垃圾吧,但是他也有一些有用的东西 你看那些图片,人们打出来的那些横幅 都说是马云害的,马云害的,马云是个害人间 马云把我给杀死了,等等等等吧,都是 其实,马云是个代表人物,代表了整个电商 电商,他刚开始,他怎么样能够打败 就是,这些人们已经习惯了的 那种消费方式呢?就是价格战嘛 就是便宜嘛,他为什么能打价格战呢? 就是后面有各种各样的补贴嘛 有他找到的那些融资的那些资本大鳄的补贴 当然也有国家补贴在内 我说国家补贴,并没有冤枉他 你看,我这找了一份资料,是从中国商务部网站上 打印下来的,现在还有 叫做,2016年12月30号 商务部网站上发的,就是 国家的什么商务部,网信办 还有发改委三部门 在2016年的时候就制定了一个政策 叫做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那里头就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包括政策上的 包括什么技术上的,包括资金上的 别的方面,我们就先不说,先说政策上了吧 他呢,就是对电子商务这个 科技企业,还是在 所谓的阿里巴巴啊,淘宝网上 入住的那些商家们,他们的一些不规范经营 就包括卖假货啦,包括什么 恶意竞争啦,等等等等,恶意补贴啦 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你,就让你那么做 当然了,后来 今年开始慢慢地,国家开始 慢慢地管这些了,慢慢地补贴也就减少了 但是呢,这种恶性竞争一旦开始 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就很难收回去了 你看,现在大家都把火力集中在 马云身上了,马云呢,他呢,就是在用什么 淘宝啊,之类的,阿里巴巴起来之后 他就转到资本上去了,其实他已经 不是特别重视那块业务了 就是进行全球化经营去了 现在对这些实际经济啊,打价格战打得最狠的 就是所谓的拼多多这一类的企业 他呢,就是,什么是团扣啊?团扣 主要就是,大家凑在一起,跟商家商量一下,你给我便宜卖 完了,这个商家加入了团购,别的商家就不得不加入 最后呢,就是你没钱挣,没钱挣,你白辛苦,白辛苦就不愿意干嘛 所以就是,就造成了现在 就是,百业萧条啊 因为你别看这个零售业,就是你这什么,超市里头的 还有一些商店里头的东西卖不出去 只是商店受了损失,不是的 商店旁边的理发店也受损失了,商店旁边的 小孩玩的小游乐场也受损失了 还有商店旁边开的饭馆,小吃摊 通通的都受到损失了 就是,损失是整个全社会的 昨天我不是说了,咱们欧美 为什么大家都刻意的,尽量的 避免让这些社区的小店给倒闭 尽量的来扶持社会呢, 政府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支持措施吧 对电商呢,就是政府没有像咱们国家那样 整个以国家的力量,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文 甚至他们违法违规,都给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去支持 所以呢,尽管我们这边也有各种各样的电商 什么亚马逊啦,还有Ebay啦,还有大家不知道的一些 像那个,ET啦,还有就是这些 沃尔玛呀,还有各种各样的 Best Buy,他们自己的电商,Costco 都大兴其道,而且呢,它各种各样的销售额呀,业绩呀,都比中国的 淘宝啦,等等的,阿里巴巴啦,京东啦,要高 要好,但是呢,它对实际经济的冲击 并没有那么厉害 主要就是,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 平等的市场环境下,竞争。 其实,电商的价格虽然占点优势,但是它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一旦发现,它卖假货,国家处理的也非常非常的严厉 就是在税务方面,以前好像是国内那些电商,他们基本上 税啊,都是让阿里巴巴自己去那,纳到哪去呢? 就是它总部所在的那个地 而本地销售的时候,本地的那些 政府啊,本地的社区,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 但是,你比方说,亚马逊在咱们 魁北克省,加拿大来销售 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们照样要支付省税 跟那个国税,就是GST,QST,我们都要支付 就是说,有一部分钱 消费者付出的一部分钱,要留在本地的 这样呢,它的成本就比较起来 它跟我们就是平等的,所以呢,就是它 不大容易击垮这些市体经济 这期视频我也不知道,虽然没有很尖锐的 没有很敏感的话题,但是呢,也可能是 上传不上去,也可能是活不长 当然了,流量我也没有什么希望的 这类话题,现在 有很多很多,毕竟很热的话题嘛 我也不太愿意抢 就是,关于电商啊, 关于价格的恶意竞争啊,还有不公平竞争啊 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吧 明天呢,我就换另外一个话题了 好了,谢谢朋友们,再见,拜拜